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3月16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這一節就跟大家說說國際新聞 這一節就是傳出 這個 烏克蘭西面的基地 就是有 證據顯示 這個地方就是有 俄羅斯的特工滲透其中 所以早前就是有這個俄羅斯 的 轟炸 這個地方就是 烏克蘭的西部 叫做阿奧尼夫 這個阿奧尼夫就是 用來訓練外國傭兵的基地 這個 北約相關的人員就在這個地方有士兵 竟然遭到 俄羅斯攻擊 而且這個地方 距離這個波蘭是相當之近 這一節就詳細跟大家分析一下這件事 因為 媒體報導似乎就是有 俄羅斯的內應滲透其中 用 這個相同的地點 看新聞 去找 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 就是 你找南華早報 你會發現有這個影片 轟炸這個基地 裏面有很多人用英文留言 但是裏面的人說的話 嚇死你 全部 都是五毛 全部都是英文版的五毛 南華早報 這份是超級匪暴 各位 這個也長期 高據就是香港 新聞媒體的榜首 這是一個英文版的超級五毛報紙 裏面那些留言 嚇死你 全部寫英文 但是全部說的話 好像 就是懂英文的中國五毛一樣 所以這裏也要呼籲大家 不要鬆懈 不要以為是英文媒體 就沒有大外宣 實際上 中國大陸 共產黨買了很多這樣的媒體 南華早報不用說了 表面上在報新聞 實際上 他做的事 跟大外宣一點分別都沒有 嚇死你了 你要看那些留言 每一樣東西 只是攻擊澤連斯基 全部 就是講烏克蘭有甚麼不對 翻譯中文你就知道 那裏是一個五毛集中地 裏面說的東西 全部都是五毛來的 所以請大家不要放鬆 不要以為看到是英文媒體 就沒有大外宣 他們那些大外宣 依然是非常活躍 所以我勸大家 真的要小心 這節我們繼續講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所以再一次 呼籲大家 你真的要支持 黃色媒體 因為 人家的媒體 多過你100倍 甚至乎是1000倍以上 我們可以反抗的地方 其實 你每一個戰線你都不守住 到最後只會聽到 對方的聲音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運用以下三種方式 一起做 做到多少 繼續支持我們 訂閱我們的Patreon 訂閱我們的會員頻道 參與我們的直播節目 支持我們 今晚沒有直播節目 再來就是明天了 明天晚上就會有直播節目 大家就留意了 希望大家 就是可能 沒有信用卡 或者不方便用Patreon的朋友 就可以 八達通交月費了 可以在這個直播 多謝大家支持 好 也請其他朋友 交了月費也好 訂閱了Patreon也好 請你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繼續 打開我們沒有被黃標的節目 欣賞播放 打開我們節目清單欣賞播放 我們也有 支持者報料說 這個 風景片其實有很多 很有趣的廣告 所以我們 叫大家多欣賞風景影片 我們也會再將 風景影片 輯錄成另一個清單 讓大家 方便播放和欣賞風景 請大家繼續手動點擊 我們繼續說俄羅斯特工 滲透國際傭兵 炸毀烏克蘭西部的基地 話說 俄羅斯轟炸烏克蘭 就開始逼近波蘭的邊境 這次炸的地方就在烏克蘭的西部 非常之近波蘭的地方 這裏叫做 阿玉尼夫 這個地方是用來訓練外國的傭兵 這裏應該 就是有 預備前往烏克蘭的志願軍 應該就有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消息和情報 洩漏了出去 然後遭受俄軍轟炸 坦白說 我亦都不認為 俄羅斯可以在缺乏情報的情況之下 可以那麼準確知道 對方在哪裏集結 然後就是攻擊 因為其實俄羅斯的飛機 都相當之害怕到處飛 因為很容易 被刺針導彈擊落 所以我亦都認為這個是因為有間諜 有足夠的情報 在裏面 不是叫大家捉鬼 但問題是 在戰場上一定是會有這些東西的 不過我們叫不叫也沒有影響 無關弘子 這個 我都很肯定應該是真的有準確的情報 知道那裏有 預備前往烏克蘭的志願軍 於是 俄羅斯就能夠準確地 派遣飛機 轟炸 定點轟炸這個地方 這個定點轟炸就是殺死了35個人 而英國的鏡報亦都報導 透露 就是這個地方 根據他的情報官員所指 都頗相信這裏就是遭受俄羅斯的情報人員滲透 所以 把這個地點的情報 完全通報給俄羅斯的軍方 這件事發生在13日 即是三天之前 俄軍 轟炸這個地方 其實是國際維和和安全中心 英文叫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and Security Center 這個轟炸 正如剛才所說 百多人受傷 35人喪生 鏡報就說烏克蘭和西方的情報機關 掌握了資料 認為 俄羅斯的軍事情報局 還有對外情報局 一個叫GRU 一個叫SVR 已經 成功 將這個外國 傭兵基地 徹底拆反 換句話說 裡面的一舉一動 用來做甚麼 已經 完完全全在他們的掌握之中 好了 那麼就是 滲透了在那個志願軍那裏 烏克蘭正在繼續對外招募 對抗俄軍的人 他們就扮成 被招募的對象 然後來到這裡 然後掌握了 關鍵的情報 然後再把那些訊息 傳遞給俄軍 這個引述了非常了解情況的消息人士透露 當天在俄羅斯轟炸這個地方 之前 這個基地 烏克蘭的軍方人員 目擊到有一個男子 從基地裏面逃離現場 而且他還拿著 一個 不形的 物體 這是甚麼用途呢 這個 就是用來 指引那個 飛機 定點轟炸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 你要無人機準確轟炸一個地點 一座建築物 其實就不是真的無敵的 MQ-9 實際上 要有地面部隊 將那個飛機去到差不多現場了 將你要炸毀那個 點 很詳細地指引給那個 飛機 或者相關的導彈 當然就視乎他的導彈型號 但是這樣的方式 就是非常準確 非常定點 要炸 哪個建築物 甚至乎是哪一個建築物的哪一層 哪一個房間 所以有時地面部隊是很重要的 烏克蘭的安全局 正在調查這件事 坦白說 如果不是這樣 我也不相信 俄羅斯是有這樣的能力 那麼準確 將一個 定點的基地炸毀 也都清楚知道裏面 就是有志願軍在 結果就是傷亡慘重 連三個 英國的前 特種部隊成員 也都在這次空襲裏面 被殺死 所以再一次告訴大家 戰場上 那個情報的重要性 遠比 那個 導彈的威力 可能來得更加更加大 俄羅斯就非常無恥 說這個基地就是用來培訓外國傭兵 也是那些所謂外國勢力 就是輸送武器給烏克蘭的地方 現場 也存放著武器 也有裝備 所以 他說這個就是正當的軍事目標 他說這個是外國輸送武器給烏克蘭 的目標之一 一早就告訴你 攻擊就沒有問題 這些是俄羅斯 國防部官方的說法 你很難想像這些官方說法 竟然在一份 疑似英文的報章裏面有大量五毛用英文說相同的說話 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南華早報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如果有任何 聽眾 支持者等等 你們發現身邊有認識的鬼佬竟然走去留言 這些真的要去通報 將他們的留言 支持俄羅斯的說話全部拿去 應該 將他們 交給 歐洲 英美等等的情報部 叫他們注意這些 很可能已經成為了 中共和俄羅斯的間諜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小心間諜